從空拍的角度看 金融市立田徑廠空蕩蕩一片 工地現場只有怪手砂石車在運作 而居民期待了一年卻還沒完工 金融市議員呂美玲 張雲祥及韓世玉 關心工程完工延後的原因 業者卻吐苦水 強調等了一年卻等不到設計圖 整地加上前置作業已經燒了4000萬 楊岩要向市府求償 投完標以後才知道說 原來你要做重大變更 不是我們原本合約這一本合約 那你做重大變更也沒有關係 我就等你 你的重大變更搞到現在 搞到現在還沒完 我現在做的東西都是不可以請款的 建築執照還沒拿到就罷包了 那在申請建築執照的過程中 建管可能會有一些意見 所以那些變更設計是因為這些建管的一些意見而延伸出來的變更設計 譬如說這個坡坎 原本是原色包包圖是這個坡坎就不要碰它 遠離它 那建管說這個要共共 都跟城商這邊集結在溝通協調當中 那基本上現在最主要是牽扯到一個變更設計的部分嘛 那變更設計的整個 所有的項目喔 只要大概 討論清楚 那城商這邊其實也表示 如果在變更設計的這個部分 他們能夠溢得下來 溢價可以成功 他們是也願意繼續施作下去的 基隆市立田徑廠是基隆唯一的大型競賽場 40年來從未整修 多處老舊破損 市府赤資 市府赤資 4.5億元拆除重建 增加豐於球場 室內跑道 以及能夠容納3000人的看台 原本年底就要完工 沒想到完工日卻出現延後 針對營造廠指控 市府說是建造單位和營造廠沒有共識 本次最主要的問題 最主要是廠商跟監造單位 他們之間的爭議 然後造成我們工程的延宕 以及造成我們市府的損害 我們市府將依契約的規定 去追究相關的責任 不排除我們終止契約 或者是依政府採購法101條的規定 來刊登拒絕網來廠商 第二 變更設計的部分 主要是只有局部 基礎擋土牆的 擋土牆基礎的部分 有涉及共構的部分要變更 總金額的內容 不到 總契約金額的7% 不到7% 那大部分的部分 大部分的工程都沒有變更的問題 不過會堪的三位議員要求 市府要在議會做專案報告 大家各有各自的說法 但是會感覺到市政府好像有一點太著急了 也就是他原來在設計 本來就是要變更 在發包之前 原先本來就預備要做設計變更的 的時候 他沒有在等設計變更完成的時候 他就發包 所以就造成說 你廠商所承接的發包的內容 跟現在要做設計變更的內容是不一致的 所以呢 當然就是讓廠商會覺得 內容既然不一致 那經費啊 就是他得標的經費 應該也會不一樣 整個體育場的延宕的工程 對基隆市民的健康 跟基隆市民當時被要求要盡早 要提早離開到體育場的運動場合 是非常大權益的損失 以外呢 因為這整個新建過程延宕以及物價的波動 造成建築材料的成長的價錢 我們現在也開始擔心 未來新建好的新的體育場 是否在安全公共安全上 要有所要顧慮 那有關於說這個廠商 不管說設計兼造 還是各個單位 那麻煩我們到議會 來議會這邊 跟我們所有的人來去做一個說明 那因為這個部分都是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那真的拖了那麼久 我們真的是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非常多的人要運動 要空曠的地方 而就視力了解來說的話 一旦做好以後 好像相關的一些 比如說親子設施 或者是運動的設施 或者是難至於球類 競技類的部分的話 是比較缺少了 那是不是也可以 在這個議會中 大家來討論 市府教育處說 設計圖預計在5月就會出來 將追加預算3000多萬元 而工程預計在112年底完工 記者黃少民 記錄報導 按照 3 3 4 5 acho